看这部电影突然想起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说 小时候谁都希望自己闪闪发光 但是长大后才发现 自己的梦想没有一个能变成现实 既痛苦又对不起自己 心怀希望的人常常遍体鳞伤 这城市的冷漠就是人们伤痛和绝望的盾牌 而艾米丽的闪光之处就在于 明明已经受了伤 还能带着伤再次燃起希望 并把这希望带给身边的人 好了今天的